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华祖 今天推介中国建材3323 简选原因是 内地水泥价格8月起回稳反弹 加上煤价快将建顶回落 水泥生产成本降利好水泥股的表现 憧憬下半年基建投资加快 和各地水泥供应偏紧 水泥价格预料升势会持续 水泥股首选是中国建材 中国建材盈利增长和估值较同业吸引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国建材2021年盈利预料达14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一成夜 主要是水泥股当中 少有盈利录得正增长的股份之一 原告与同业安徽海纳水泥跌2% 和华润水泥11%跌幅 估值方面 中国建材2021年预测市盈率4倍 低于安徽海纳水泥4.9倍 和润泥5.3倍 中国建材昨日收报10.26亿市升1% 形态上捉起短期上升通道 在市场周期有利之下 投资者不妨9.9附近收集 上网12.4 失手9.3便要止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